這個題目呢 它說 將你x 這 n 的數據把它標準化 那要問你說 標準化之後的平均還有標準差怎麼算 好 那你標準化是這個公式 那你會發現 這個是兩個是固定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 這個 yi 的名字嘛 sigma 分之 1 乘以 x i 再加上這個 sigma 分之 負 µ 這個你唸 u 也可以啦 它其實是 m 是平均 通常代表平均 所以它其實長這個樣子 其中這個平均 就是 mu 然後標準差就是四個馬 那你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發現 這不就是一個線性變換嗎 那 x 你把它做線性變換 這個就是 a x 加 b 所以它的平均也要等於 x 的平均乘上這個 a 那這個 a 現在就是 sigma 轉之一 然後 sigma 轉之一 再加上 b 就是負的 sigma 分之 b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平均是什麼 平均就是 mu 所以這個地方就直接寫成 mu 那你發現這兩個不是一模一樣嗎 只是符號不一樣 相加當然會等於 0 所以你把它標準化之後 你的算數平均就是 0 所有的數據 不管怎樣的數據 只要你做標準化這件事情 你的平均就是 0 你的平均就是 0 接下來我們要看它的標準差 那標準差的話 同樣線性變換它就等於 前面 a 的決略值在乘上 原本 x 的標準差 那 x 的標準差 那 x 的標準差 現在就直接用 sigma 直接用 sigma 那現在你的 a 就是這個 就是 sigma 分之一 sigma 分之一 sigma 分之一 sigma 是一個正的 所以它決略值 sigma 分之一決略值 就相當於不用決略值 因為它正的嘛 所以你就這兩個就直接約掉 sigma 分之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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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它的標準差就一定會等於 1 它的標準化之後 它的平均一定等於 0 它的標準差一定等於 1 這個要同學要注意一下